说到中国的辽宁舰 前身正是乌克兰的瓦良格号 在2002年归中国所有 于2005年开始对其进行升级改造 此后在2022年正式交付海军部队使用 同时也意味着我国正式跨越航母国家 然而瓦良格作为一艘苏联时期的航母 主要采用常规动力 可能与俄罗斯海军的库兹涅佐夫号 均搭载了TV-12蒸汽轮机 而美国此前的常规动力航母 却搭载了燃气轮机 不仅拥有极高的航行速度 同时也拥有较大的满载排水量 那么两者究竟有何区别 为何燃气轮机会成为 中国海军舰艇的主流装备 该装备究竟有多先进呢 根据记载 我国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 成功引进了美国的LM2500燃气轮机 并且率先在052D驱逐舰上进行使用 如今这一设备更是运用在了万吨大区055之上 根据了解 美国海军最先使用的LM2500燃气轮机 属于上个世纪60年代左右研发的 舰改式燃气轮机 不仅能运用在船舶动力领域 同时也能运用在发电石油开采等领域 此外 该设备总运行时间已经达到5000万小时左右 累计普及数量更是高达2000多台 要知道 燃气轮机与蒸汽轮机最大的差别在于 如果辽宁舰想要出港 甚至想要起航 至少需要提前48小时开始烧水 以便拥有足够的蒸汽 为航母提供充足的动力和电力 此外 蒸汽轮机想要达到最高航行速度 从开始提速至最高速度 大概需要两个小时 而燃气轮机仅需要20分钟便可以搞定 可以说 这就是为何美国曾经让多艘舰艇 使用燃气轮机的原因所在 当然 这也是为何如今的中国海军主力舰艇 通常也会采用燃气轮机的关键所在 值得关注的是 我国在LM2500燃气轮机的基础上 研发出国产QC280 舰式燃气轮机 甚至还为052C 052D 以及055全部更换这一设备 而且055所搭载的双波段雷达 之所以能正常运转 与国产燃气轮机 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由于辽宁舰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俄罗斯也与后者有着莫大的联系 因此也导致辽宁舰和库兹涅佐夫号 一直被外界称为全球最落后的航母 当然 这里所说的落后 仅仅是指动力系统方面 至于其他领域 这两艘航母依旧具备较强的实力 否则美国也不会如此忌惮中俄两国 甚至可以理解为 动力系统落后 并不代表打击能力不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